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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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日比赛的温度低于10度 但有不少的跑手愿意就是顶着炎寒 参加随直场跑赛 当日体育局局长潘永泉 以及运动员培训及集分中心主任傅斯娜 田径总会副理事长陈步线主持起步 赛事在当晚7点半正式起跑 运动员会途径是莲花海滨大马路 联生海滨路和石排湾马路等等 早段已经有五位跑手成功突围 包括黄坤、陈嘉元、陈仲叶、郭志伟和叶胜桃 因为疫情的关系 今年的长跑联赛取消年度积分 10月中完成的本程马拉松测试赛 以及随积迎新赛成为今年单独的长跑赛事 今次的比赛 男女子青年组、公开组、葬年组和先进组跑两圈 全程增加到12公里 而男女子少年组只是跑一个圈 大约5公里左右 少年组亦率先回到终点 李嘉俊最快完成 而女子少年组由林永燕拿到冠军 公开组都回到冲线 冠军由黄坤大热胜出 跑出最快的时间40分钟 至于陈嘉元晚一分钟得第二 第三名就是陈仲叶 首次夜间参加赛事的黄坤就说 满意今次比赛的成绩 今次是我第一次晚上参加比赛 加上天气冬冬地 所以说跑得挺舒服 还有气氛大家都要帮忙 挨加油在旁边打气 所以说跑得挺不错的时间 今次都是第一圈跟着前面的人 跟着第二圈再慢慢冲出去 都算OK了 当练组都会下一场比赛准备 女子公开组的錦标 由荣星座做妈妈的梁家文拿到 时间50分21秒 吴远欣和钟春平分别明列二三 很开心 可以在2020年的最后一年 拿到这个冠军 自己都很意外 因为本身跑得比我好的选手 都刚好今天没有参赛 所以我觉得有点幸运 我自己就很满意 因为都跑了我自己的PP的时间出来 其实都做到自己预期的目标 我都是一开始快跑跑出去 跟对手拉开了一段的小距离 然后中段就自己发挥好自己 希望可以做到自己的目标 都OK的 去年受到疫情影响 继续这个长跑赛 澳门本地的各项赛事 总算排除曼蓝下完成 虽然去年多项大人赛事 未能在澳门上演 但仍然保留国际龙洲赛 大赛车和国际马拉松等等的盛事 体育局局长潘永泉就说 去年12月举行的国际马拉松 虽然没有了国外的跑手 但依然深受内地和本地的市民欢迎 加上随直长跑赛都有不错的气氛 预计下年的3月到4月 会生成一项10公里的长跑赛 而路线和比赛形式仍然有待确定 至于内年会不会每个月都举办大型赛事 潘永泉补充 还要视乎疫情进展才可以决定 预案有很多 真的有预案有很多 一年12个月 我们其实预案不单止有12个活动 但是我们都真的要看一看 那个疫情的进展 去准备落实一个活动的时候 这些任何都是一个承诺 承诺就是要真的具备百分百条件去举办 所以这件事其实对我们来说 除了今年是一个挑战之外 另外这个也是对我们一个挑战 去年除了赛事曾经停摆之外 各个总会训练时间都受到影响 冯明权表示 今年是备战2022年杭州亚运重要的一年 体育局会全力为本地运动员 创造集分和比赛机会 期望代表队可以重返颠峰水平 体育局和不同的单行总会 都是想尽办法去帮他们 条件许可下 尽量希望我们可以去一些合适的地方去集分 或者去一些比赛 令到他们的经济水平 按照这个亚运会为目标 去到逐渐逐渐去调节他们的经济水平 从而去到2022年 亚运会达到最巅峰的时候 这是我们未来一段时间 很急切需要做的工作 潘兵权众补充 今年会按照不同年龄的阶层 举办这么多创新的赛事 受到大众欢迎的体能挑战日 以及去年首次创办的竞技障碍挑战赛 亦尽量会保留 每年完单日 本地都有一项体育比赛 阿佛考考你 这是什么体育项目 好而记者 就是独木洲冠军赛 这项赛事由1991年开始举办 今年来到第31届 一共产生16面的金牌 和大家看看当日比赛的情况 每年的元旦日 在南环湖水迅活动中心 都相当热闹 这行也是本年到第一项的本地体坛赛事 独木洲还会在1991年成立 元旦日独木洲冠军赛 也由这一年开始举办 至今已经有31年的历史 今年取消了双人项目 男女志岸年龄一共分为11个组别 一共吸引到超过80人参加 赛事以皮艇和蛙艇为主 距离全部都是斗200米 一共产生16面金牌 先和大家看看 画面所见的就是 男子公开组单人皮艇的决赛 皮艇即是我们所说的棋艇 一共有6人角族 前三名斗得相当激烈 留意画面左边 第四行道的李永生 在过了半程之后 带有些少的优势 在元旦当日的气温都几冬 最低的气温只有7度左右 但天气都算不错 阳光普照 李永生虽然被隔离白色颈的梁立冲 不断力逼 但这一名前代表队选手 最终都能够顶住压力 以40秒833率先冲过终点 赢得冠军 梁立冲和郑文涛分别只有第二和第三 发挥可以接受 应该可以做得更好 但始终今天环境顶风顶流 对于正水的比赛来说 今天算是比较恶劣的 已经有多年没有参赛的李永生 在去年年底才慢慢复出 他说未来会多些参加比赛 希望能做到更多突破 而在女子公开组方面 大师姐梁立冲就以超过一秒力压 后起之秀刘欣赢得冠军 做出的时间就是58秒367 陈欣雅就得第三 都是正常发挥 本身我短途都不是主行 我主行是马拉松 所以我满意我的发挥 至于刘欣 他是集训队 其实上得很快 有机会很快就会过到我 其实也是一件喜事 至于今届男子青年 女子青少年和男女子公开组 同时设有蛙艇即是尸艇的比赛 其中男女子公开组更是同场较量 代表队选手陈杰峰 在过了100米后逐渐建立优势 最终以大热的姿态赢得冠军 而女子组的錦标是由刘欣奪得 在赢得男子公开组冠军的陈杰峰 在新一年亦都为自己定下一个目标 听听他怎么说 適逢全运年 很希望自己有能力去代表澳门 去出现全运会赛事艇的一个项目 今天自己发挥一般中上 因为自己爬艇的时候 有少少技术未去到自己理想或者预料之外 希望今年的练习也可以调整到 杜牧州还会近年重点是培育年轻的选手 透过暑期活动等吸纳了不少的新血 18岁以下的组别参赛的人数也比以往多 有见及此 主办单位将去年的男子青少年组 再细分为青年组和少年组 而画面见到的是少年组的决赛 第四行道13岁的刘晓庸 玩了独牧州不够两年 但进步不少 他亦都是总会重点培育的后备人才 第二年才参加冠军赛 最终就是一尝冠军的滋味 发挥不太好 因为今次风又很大 还有天气都比较冷 希望自己成绩可以再快些 还有动作上可以更加流长 希望做到43秒内 在赛后大会亦都随即进行颁奖 独牧州总会在今年 计划举办9项的赛事 包括水球赛 至于紧接全澳公开独牧州赛 将会在下个月底举行 镜头一转 和大家看看 在上星期举行的 全澳英式却球队制公开赛 今届队制公开赛 一共吸引到15支队伍参加 画面见到的决赛 由陈子健、黄敬、梁冠行组成的A队 对着由李杰明、梁国基和吴伟峰的B队 比赛是采用七局四胜制 首两局才会进行单打 黄敬和陈子健分别击败了吴伟峰和李杰明 为A队大分领先到2比0 而第三局打的就是双打赛 A队派出陈子健和梁冠行 迎战吴伟峰和梁国基 A队一度曾落后20度 28比48 不过他们在把握对手失误之后 成功将形势扭转 陈子健和梁冠行轮流将球送入袋 梁冠行搞定黑柴之后 最终A队反胜77比48 局数领先到3比0 再赢一局就可以夺得冠军 不过梁冠行在紧接出战的单打 未能再下一成 他以25比57不敌李杰明 B队在连同梁国基在之后赢出的单打 一口气是最近大分至2比3 好可惜的是 在第六局的双打再一次输给对手 黄敬和陈子健以60比10 击败吴伟峰和梁国基 最终A队就是赢大分4比2奪得冠军 当日除了决赛之外 还上演了贵军战 最终的贵军就是由曹经文 郑嘉雄和李泽雄所组成的队伍奪得 他们就以局数4比3 击败陈维坚、林伟叶和张乃永的组合 近年本地篮球发展蓬勃 不过在教练的持续进修上面 包括课程和考核较为缺乏 接受国际认证的教练人数也不多 其实籃球总会原定在去年 都有一些教练进修的计划 当中包括了首次举行的小籃球教练训 本地的籃球教练基本都是由球员出身 结合有体育大专学资格的人员担任 要更紧贴国际籃球教练的工作 带领球队争取佳職就需要额外进修 如果考取国际籃球协会的教练牌照 也可能会有更多的出路 而澳门现时拥有国际籃球第一阶级认证的教练员 只有17个 不少本地教练员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进修资源 和考取受认证牌照的机会 我觉得澳门除了要这个牌照之外 我觉得更加是对一些大赛经验 在内地有CBA或者NBL的级数 其实对比澳门来说级数已经是高的 如果有机会可以跟到他们的教练 可能一个星期教练方面的工作会丰富很多 澳门福建籃球队助教潘仁德 曾经征战台湾超级籃球联赛11年 他认为对比起教练体制和资源 较完善的台湾 澳门仍然有很多进步的空间 我来六年观察到的就是 其实教练班的次数算真的很少 因为了不起一年就一两次而已 那就是要学习到新的东西 确实是蛮缺乏的 我这几年就大多都是上网看吧 甚至有时候回台湾 然后就去看一看 现在大家在练什么东西 籃球总会理事长胡从辉表示 为了提升澳门教练的水平 今年会举办小籃球教练训 也都会延续国际南协的教练科程 但受到疫情的影响计划被逼延迟 其实我们已经计划了 第一是延续初级教练班的第二期 第二个计划 就是将原来的初级教练员 提升到中级水平 就是我说国际的中级水平 希望这些工作能够在不久的将来 疫情好转能够尽快做 国际南协的教练员等级分为五个级别 胡从辉补补充 如果想获得更高级别的牌照 本地教练员也需要精通多于一种语言 才能够在国际的平台上发展 刚刚提到小籃球教练训练营 是籃球总会首次主办 邀请到中国南协的教练培训讲师 是教授课程的 一连两亿训练营的内容 包括了小籃球执教的理念 技术训练基础和教授的方法 以及教案设计等等 比我复杂 可能有些细节位方面 教练都会提醒我们 可能小学员那方面 我们没有那么注重细节 教练都很用心地跟我们说 有哪些细节位要做好些 还有方法是怎样 他都说得很详细 以往 籃球总会 就会跟欧美小籃球训练的模式 但反现就不那么适合本地的学员 所以近年转为学习内地小籃球的训练方法 将我们南方 广东这边这些既战术的基础训练的办法 方式方法 带过来澳门这边 其实是等于粮澳双方面的技术 能够融为一体 这么好的推动和促进 粤澳两地的小朋友 青少年的难求发展 我们这个培训班是不定期的 每一年都会长期的办下去 我们在省内 在广东省 在广州办这种培训班的话 我们也会邀请澳门的教练 去参加我们的培训班 这个课程 约15个博士 一共吸引到55人参加 包括了现役的教练 和体育老师等等 体育局举办的体育健康咨询站 已经举办多年了 为了配合防疫需要 参加的市民 需要佩戴口罩 重要是探热 以及出示健康麻 现场除了设有基本体质测试 比如检测身高 体重、血压等等 今年还会新增了手压力的测试 另外还会有不同的导师 去示范各类型的大众健身兴趣班 比如健身器官、太极和有力球等等 体育局副局长刘彩远表示 达到预期的目的 成效算是不错 不断地去到持续做运动之余 掌握多些少 他们认知他的身体的一些状况 去寻求一个适合的科学一些方式 去做运动 和去调整好他自己身体的状态和质素 刘彩远补充 未来还会考虑新增不同类型的测试 参与的市民表示 活动有助他们更加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 因为这些人都想知道自己身体状况 所以我买到来都是想知道自己身体状况才买来 是好的 搞多些是好的 让自己说知道身体哪里有比较高 像血压 还是像哪里脂肪高 让自己养殖多会注意一点 体育健康咨询站 全年会在全屋不同的公共康夺设施 以及为公园举办 有兴趣的市民都可以去参与一下 1月份就会每个礼拜日 安排在孙中山市政公园举行 这段时间先休息一会 节目第部分回来 会有其他本地看谈消息 欢迎回来节目的第二部分 不少体育项目都把握过去的聖诞长假期 举办青少年的比赛 当中包括青年比息足球赛 以及全老学生跳绳比赛 另外还有男子青年手球赛 基议堂康体会是决赛以25比17 击败安盈 拿到冠军 在看决赛之前 和大家看看桂军战的比赛 由红蓝三的体肖联对着孔华 画面拍着的高一寶 今场入球最多 拿到7分 协助体肖联在初段是领先 陪华在初段落后2比5 在稍后时间较追近比分 本场落后4比7 由于后备席上没有人可以换 令到培华在防守上 又或者是换人的轮子上 都受到限制 看后联在下半场的初段 拿到不少分数 一路领先 最多适过拉开6分的距离 不过在休息叫了暂停之后 教练苏佩奇就和球员鼓励回 作出了调整 令培华在稍后的时间 防守也积极了 进攻上也多了一些积极性 这次就打反击了 令到分差就收窄了 今场在培华入球最多的就是邱保华 贡献了全队最高的5分 虽然收窄了分差 也限制了对手的入球 但最终都是输13比16 结果体肖联收获第三名 接着就和大家看埋压族的决策 由南三的结尔堂康体会 对着安盈体育里 这行赛事 一共有9支球队参加 分成三组打单循环 小组首名和最佳的次名 即身准决赛 以施组首名晋级的 结尔堂康体会 在四球击败体肖联 杀队进来决赛 後面拍着刚刚入球的就是陈浩鵬 表现都挺搶劲的 攻入了全场最高的8分 但令球队在半场领先12比8 米换变之后 他们的攻势 都没有停止 将优势逐渐拉开 他们的攻势基本上 令到对方较难防守 无论在阵地战 还是在反击上 都和对手有一定的差距 攻门方面也相当稳定 刚刚入球反击的就是陈浩鵬 优势差不多 差不多开到双位数 落后的安营体育会 虽然有谭海峰和唐思海 联手贡献8分 但也只能将分差收窄 最终他们输17比25 结尔堂康体会 大比数击败对手 拿到冠军 而安营体育会 收获第二 此生结尔堂康体会 就是以全胜的姿态 拿到今届的男子青年 手球赛的冠军 赛后主办单位 安排了嘉宾 颁发奖杯和奖牌 给各支得象的队伍 并进行一张大合照 青年美式足球公开赛 就是美式足球总会 在疫情之下 唯一一项能够举办的赛事 吸引浸信 工联职中 粤华和镜瓶四肢的队伍 参赛 比赛以邀奇式进行 降低了赛事的危险性 这次也是一个邀奇式的 因为我们疫情的关系 我们有很多的训练 我们目前为止都做不到 希望我们下一年 疫情情况好一点的时候 我们就会恢复上 常规的装备美式足球的训练 比赛都相当刺激 绿色邀奇的浸信 在有主场之理的情况之下 表现相当出色 连赛两场 最终就是勇奪这届赛事的冠军 如果以后继续有这些比赛 我会继续参加 还有我会更加用心 去练习去突破自己 总教练徐新表示 希望透过这行比赛挑选球员 最重要的是通过这次比赛 可以选择一些比较优秀的人才 然后可以代表澳门以后 有机会和内地和其他地区交流 接着转一转和大家看看 全澳学生挑选比赛 这行赛事由教称局主办 按照学生的年龄 分成多个组别各组 比赛是连续两天举行的 在中淘职业技术学校展开 合共有26间学校 346位的学生参加 首日进行的都是一些单人的项目 包括了30秒的速度跳 和3分钟的速度内力跳等等 气氛都相当热闹 在30秒速度跳 男子14岁以下精英组 越华中学的岑佩林 跳出了108次 打破了这个组别的澳门记录 赢得冠军 法律不错 有做教练所说的事 最重要是不击醒 挺好 女子14岁以下精英组方面 新华学校的红业 做出91.5次收获金牌 跳式总会理事长张家豪就说 希望透过今次的比赛 选拔人才代表澳门明年参赛 今次的比赛是一个选拔的比赛 成绩良好的学生 可以代表澳门学界 去参加未来7月份的全国学生运动会 以及未来7月份 会在网上举行的世界跳绳比赛 这个赛事完了之后 我们就会挑选精英的运动员 成绩好的运动员 成为集训队 我们就作为期半年左右的集训 去参加和应付我们这两个比赛 张家豪也补充 未来还会有两项本地比赛 包括3月份的交互胜比赛 以及5月的嘉年华赛事 2020年度的公路单车联赛 七个组别的全年总冠军 已经名花有主 他们是为了完成全年四场联赛的女子运动员 毫无怨念涌奪女子组总冠军 而郭门华虽然在最后一场比赛排第五 但凭着全年稳定的表现 练续四年成为精英组全年总冠军 现在会和大家看看第四场联赛的比赛情况 和大家看看在上个月底举行的公路单车联赛第四场 这场亦是属于2020年度的杀科战 继第三场个人继时赛移私到去东亚运动会体育馆周边路段举行之后 在最后一场继续沿用这条路线 同样分成七个组别 其中水平最高的精英组有10个人报名参赛 一共就斗30圈全场61.5公里 早段已经有多名车手特位 包括了崔庆华、艾明达和刘启华 艾明达在五个冲刺点中各得到3分 一共抢到15分成为今场冲刺王 但崔庆华的整体表现更出色 在关键时刻法力率先以1小32分21秒首名过终点 拿到精英组的感标 艾明达和刘启华分别排2-3 而这一场以第五名完成的 郭门华就连续4年在精英组勇奪 连到总冠军 但类子组方面 就斗15圈全场30.75公里 代表大热的许朗就力压不远因奪冠 兼且成为唯一一位完成全年4场赛事的女子运动员 毫无怨念拿到总冠军 随着4场联赛全部完成 其餘5个组别的总冠军也顺利决出 盧比斯就拿到公开组全年总冠军 壮年组的第一就是赵永俊 梁建安和努惠希分别成为初级组 和14岁以后运动员才可以参与的体验组 全年总冠军 组言协会上一年因为疫情关系 只是举办了一项本地赛事 就是全澳网演团体公开赛 一年两天在工人体育馆举行 而这一次公开赛就取消了 包括个人、商人等多个单项 只是设有不分男女的团体赛 有8队参加先分成两组打单循环 前两名出线4强再打淘汰赛 最后进入来的决策就是八三位康洛和罗良 两队在分组赛的时候交手过 当时康洛直落赢两局 来到关键一战罗良入局很快 一直就领先 罗良的阵容由代表队组成 去到局尾已经拉开8分距离 大胜21比13先下一城 分组赛的高场比赛 落量三名队员曾经撞在一起而受伤 在之后的比赛一直大伤出战 第二局双方会有领先 康洛在局中一度落后4分 但他们及时调整到 用法球破坏对方的组织 张志鸿的这次发球为队伍带来反击的机会 放过来给张志鸿 搞定了 看来在进攻上也把握到关键分 在第二局就叼时险胜23比21追评大分 两队就计四强之后再次要打足三局来分胜负 看来在决赛局也一度落后14比17 不过这支队伍的经验也相当丰富 阵中也有现役和退役代表队的成余 面对着困境都没有自乱阵 关键时刻在攻防两端都有稳定的表现 和落量在局尾的拉锯战中找得住 最终就险胜21比29 局数2比1反胜落量得到冠军 我觉得踢影来说我们两边的技术都差不多 最重要是心态的问题 第二局明显就是自己打失了之后就很紧张 幸好有队友的鼓励 调整心情 后面两局就可以放松回来打 都可以表现自己出来 第一局赢了之后 第二局又闹得很紧 即是把握得不好 通常第二局把握得不好 心态上又调整得不好 第三局就会发挥得差一点 在桂军战方面 公务就以21比14和23比21 击败单车仔 踏入新的一年 各个体育总会都有不同的计划 其中武术作为本奥的传统强项 今年将会迎来多项的大赛 包括了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以及世界錦标赛等等 没错 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没有出外参加赛事 今年可以借着各项的比赛 从中检讨训练的成果 场合目标白于2022年的 杭州亚运会 无数代表队上一年 因为疫情关系 没有外出比赛 将专注力放在训练方面 踏入新一年 将认为多项的大赛 包括亚洲錦标赛 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以及世界錦标赛等等 教练尤俊賢说过去一年 有针对性的训练 期望能从比赛当中作出检视 长远目标放在2022年 杭州亚运会 制定这两年的训练 我们着重在难度方面 一定要在 未来的亚运会 有一个新的亮点 因为我预测得到 全世界的运动员和教练员 也都趁着 利用今年这种特殊的情况 来将他们的技术 重新部署 而且他们也会 利用这些时间 去针对高难度的动作 去训练 所以我们也不能态慢 上一届的世界錦标赛 尼姨就大丰收 个人收获两金一银 表示随着冷度升级 希望今年仍然可以 保持到状态 拿到好成绩 因为现在国际赛 这个区势 在这个难度 开始升级 所以对于我们年纪大的 运动员可能 也是一种挑战 我希望可以保持 上一次的状态 这样去 拿到一个比较好的成绩 因为可能大家都停了 连各方面都 可能会有数下降 而大师兄王俊华 就争取在亚运会 再赢得奖牌 上年初 就已经将动作的难度系数 和质量提升了 难度方面 就是去将这个难度的系数 和稳定性去提升上去 就是为了希望在 航州亚运的时候 可以拿到一个 很好的成绩 在上一年的任务 就给自己的任务 就是可以将这个难度 好像当我平时 那些一般的动作 去完成它 就不是想到 好像提升了一个难度 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 希望可以在未来的一年 可以继续去完成自己的任务 今年武术代表队外出的赛事 主要集中在下半年 首项就是8月在成都举行的 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去蜜球众会 今年也安排了一系列的活动 众会就计划继续举办 12个本地常规赛 以及多个的奖金赛事 兼且希望在核酸检测 时限放宽之后 被青少年球手每个星期 可以去到珠海进行集分 在疫情之下 可以说本欧各项的体育赛事 气氛就被以往较为平坦 唯独飞蜂球项目 有全新赛制的国际飞蜂球赛 安排在澳门上演 飞蜂球总会理事长梁庆明就说 这类大型国际赛事 对本地球手和飞蜂球 发展有着正面影响 因为有这些赛事 也都带动起一个冰蜂球的热潮 因此近期我们办的赛事 无论参加的球员和队数 都是比往年多了提升了很多 而且在冰校的选材方面 往年都是三百多个来报名 今年都有超过五百个来报名 所以这个对于球员有一个得着 对于澳门的冰蜂发展 也是一个得着 梁庆明也说 未来希望可以和国际兵联合作 将一些青少年巡会 措施放在澳门进行 除了带动冰蜂球热潮之外 还可以给青年球手 参加高水平的赛事提升技术 国际兵联属下的会员都可以去参加 如果在本地办 我们球员的数目参加也没有一个限制 希望这里可以有一个考虑 将来办国际巡回赛在澳门搞 培训青少年是总会目前主要的工作 之后也继续会和国家队保持合作关系 正如刘葛亮主席也说 透过这三个月在澳门的训练 中国兵协和澳门已经达成一个长期的战略合作 它也会在国内兵协的下令营和东燕营里面 给一些位置澳门的球员去参加 让他们可以跟这些国家队 在国家训练基地一起练习 提供一些比赛和一些活动给他们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 和他们已经保持密切的联系 梁庆明补充 新计划的详细情况会在此后公布 澳门冰上运动总会 水链受疫情影响 只是举办了花样滑冰公开赛和冰球联赛 理事长陈冰辉说 今年计划增设青少年花样滑冰赛 给运动员有更多的比赛机会 在滑冰方面 除了每一年的公开赛之外 我们也希望在青少年方面 我们明年都可以做多一个 给他们培养小的小歌 一开始的时间 在训练方面和比赛方面 让他们增加信心 让他们有个胆量 在冰场发挥自己的能力 冰球方面 今年除了继续会有成人组的联赛之外 还会恢复具范青少年冰球赛 因为现在我们8岁至15岁 都有成几十人左右 我们的梯队绝对没有问题 所以明年我们将会有一个赛事 给青少年 目前还会集中在清分工作上 今年尝试在学校招揽有潜质的运动员 加入集团队 进一步完善花样滑冰和冰球的梯队 今集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 敬建群已经除了星期二晚10点半首播之外 星期三的上午10点半 下午的三点钟 在澳市澳门、澳门体育以及澳门资讯 都会有重播 又或者可以浏览我们的网站 重温今集的内容 提提大家 本台今个星期 会继续直播多场的赛事件 包括西甲、英格兰联赛杯四强和足总杯 记得留意收看 今日的节目到此 我们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